最近消息要带您看到这个惊险的画面 因为怀疑被公车司机按喇叭 居然是拿镰刀挥舞 坐视要砍人 这个离谱的状况就发生在新北市中和区 昨天下午有一位骑着三轮车的阿贝 他怀疑被一旁的台北客运司机按喇叭 他一气之下呢 居然就拿起身上的镰刀朝驾驶挥舞 一度还把投手伸进车里 要对驾驶不利 公车顶路口等红灯 三轮车上的阿贝抽出镰刀 挥刀砍人 拉近一点看 阿贝在窗外边砍边骂 投手一度伸进车子里 连砍好几刀 砍不到人就敲打车窗泄愤 情绪好激动 当时啊 就是因为有听到这个喇叭声 认为说 奇怪 为什么在听到红灵震的时候 为什么要按这个喇叭 惊险场面发生在22号下午 台北客运公车从三峡往中和开 三轮车阿贝怀疑被公车司机按喇叭 手持镰刀疯狂挥舞讨公道 红灯停绿灯行 阿贝领走前还不忘回过头 骂个不停 大使原因就蛮淡定啊 因为这个不是说 一般我们是所谓的车辆碰撞 行车纠纷会不予回应这样子 俗信公车司机冷处理人车平安 才没把事情闹大 只是阿贝因为意识不爽 就做事拿镰刀砍人 脾气那么大 要是真伤的人 恐怕很难这样 掉头走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